对以色列一定是想速战速决 因为整个国际舆论跟外交的走势 时间对他不利 所以他当然是希望越快造成既定事实 然后接下来要谈判 对他会比较有利 所以哈马斯现在也在抛谈判条件 他说我们就来谈仁慈 因为互相都有扣押仁慈 可是以色列目前当然拒绝 他想要造成加萨北部被大量占领 这样的一个现实 可是他卡住了 因为我们现在真的不知道 北加萨到底还有多少人 因为他本来人口是110万 有人说已经剩下差不多10万左右 可是我又看到另外一个报道说 还有30万 如果还有30万 以色列这样硬攻硬占领 会造成极大伤亡 那美国撑得住吗 所以我坦白说 这个事情的变数 很可能会是 美国犹太人跟以色列犹太人 逐渐产生不同意见 其实我认为以色列的民众 也不一定支持纳坦亚胡 可是纳坦亚胡非常聪明 这个右翼的人就是会这样搞 他现在把他搞成第二次独立战争 说这个是亡国灭种的战争 是种族跟宗教的战争 他现在就把他搞成这样 所以以色列人会怕 说我们若打输了 搞不好我们被歼灭 变成这样 所以大家好像被他绑上坦克车这样 你知道我的意思 因为以色列最近我也看到一个民调 事实上是有49%的人建议他暂缓 那29%的人认为就直接打进去这样 10月17号的时候 支持他打进去了有65% 那现在只有29% 可是我跟你讲 军方不会理这种东西 军方就直接开干 然后反正他就赶快造成既定事实 因为越战就是这样 美国人反越战的民调早就起来了 战身不管 倒干 所以我认为 恐怕要引发拜登的民调危机 或者是 因为我已经看到 美国有很多犹太人都站出来了 他们不以为然 那认为 事实上我大概 我昨天也看到欧巴马 他做了一个声明 欧巴马认为他这样干 事实上对以色列是不利 他认为他会制造 几代的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仇恨 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逐渐有一种舆论 就是说 纳坦雅胡这种极右翼的干法 不一定符合以色列的最大利益 这种论述要逐渐发酵 然后让美国来重新评估 他的政策上的 一个调节 否则 只要美国还是一面倒停以色列 那同样这个悲剧 真的没有人能阻止 因为以色列军 军事力量领先周边国家太多了 再加上美国 根本就没有对手了 现在加萨地区死亡的人数 已经超过8000人了 加萨本来就是儿童青年人为主的一个社会 他这个社会年轻 因为成年人大家都战死了 或者要不然也病死了 那所以有人估算大概这8000人里面 大概有将近一半 或者说三分之一强是儿童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还需要讨论说 你那个子弹能够打到哈马斯 还是打不到哈马斯 我说你已经证明了 你有这些儿童 你能说儿童是哈马斯吗 你杀死的这些儿童都不是哈马斯 这些都是他必须要付的代价吗 你要打哈马斯 就要这么多儿童一起陪葬吗 这还算一个文明的时代吗 这个时代还有文明吗 人类社会到2030年了 还算一个文明的时代吗 未来的人看到我们 未来100年看到2030 是这个时代的人类 这个时代人类还不文明的 为什么 因为儿童可以在战争中大量被屠杀 而这个国际社会 整个这个社会在什么 束手无策 然后呢 居然还有人要替这种 大量造成儿童死亡这种行为 还要替他护航 还要替他怎么 出力 而这个护航出力的居然是世界上 号称自己是最文明的 是所有国际秩序的制定者 是在做在全世界上维持正义的 处处批评别人不人道 批评别人不人权的 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就代表我们这个2030年代的这个世界 是一个不文明的一个时代 我们这个时代被因为这些国家的作为 少数国家 尤其那个最大国家 这种作为 而蒙羞 那我们没有办法作为的 其他的国家 说此还 也有这种道义的责任 不能让这种事情继续发生了 哪能够炸弹这样子 越炸越猛 我跟你讲 过去的这些五天 比过去的15天 还炸得更猛更凶 用的炸弹爆炸力量更大 现在乙军在一寸一寸的 陆军正在进入到加萨 一场大屠杀就要开始了 那么美国呢 还在那边支持 还在帮以色列 美国拜登政府还在帮以色列 第一个 找外交 找军事上的怎么样 做他们的后盾 所以呢 谁是筷子手 这阶段的地面战的意思也就是说 地面作战部队已经开始了 因为第一阶段就是空袭 那尽可能多的空袭 然后来摧毁他们所谓的哈马斯的武装集团 但事实上哈马斯很明显的 他的战力保存在地底下 目前来讲被摧毁多少 没有办法评估 以色列曾经从南部中部 那么试图去试探 我们叫做火力侦查 有的时候中部的那一次 我们就会称之为威力侦查 因为他用的是更多的部队 那么打进去更深 但是全速都撤回来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要撤 就是哈马斯到底在北部中部南部 他的兵力部署究竟怎么样 因为从他的反应的速度跟火力 可以判断得出来一些 目前来讲已经展开第二阶段了 那就是地面部队作战已经进来了 所以才会传出说 这个大军已经从北边 而且占领了北部这个大片的地区 北部大片的地区 很明显的我们从画面上看到的 这个密集的城市群比较少 村落比较多 可是问题就在于 以色列已经公然违反拜登的一个主张 拜登的主张是以色列军队 以色列不能够占领加杀 但是当以色列的军队把国旗插上去的时候 就是占领行动了 那这个占领行动 美国就没得谢者了 因为我觉得如果有敏锐的记者 就会在问这个美国拜登 说以色列已经插起了 那已经公然违反你的主张 不可以占领 那他现在已经占领北部的地区 你美国该当如何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 美国必须要回应 这样的一个第一个态度 那当然以色列在外交上 寻找这个法塔赫 这个阿巴斯 说我们把这个加沙地区的哈马斯清除之后 我让你的这个巴勒斯坦 就是法塔赫 你们来治理这个加沙地区 那法塔赫已经正式 就是阿巴斯已经正式回应 以色列把所有的约旦和西安 你非法占领的全部都吐回来 不然他不会接受 我们看起来 以色列在搞外交的行动 现在目前来讲 比较担心的是伊朗 伊朗的总统也已经宣布了 用三种语文 英文 波士文跟阿拉伯文 说你以色列已经踩到红线了 我们现在在看的就是 伊朗会不会采取军事行动 如果伊朗没有采取军事行动 那这个战火还可控制性 可是如果一旦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 这个战火会立刻扩大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关键就在伊朗了 这个是很重要的 未来中东地区会不会野火燎原 就看伊朗这次的决策 这次我觉得是美国有求于中国大陆 就是想要尽快的让以巴战争 或者我习惯把它叫加撒战争 因为也不是巴勒斯坦在打 就是把加撒战争能够局限在一个范围 因为跟伊朗讲得上话 就只有中国跟俄罗斯 那美国跟俄罗斯已经拒绝往来户了 所以就是跟中国大陆 所以他讲到说 他要主谈的是区域的情势 那当然就是加撒的问题 俄乌我认为大概只是简单讲 那另外台海跟南海 那台海跟南海当然 就是要导向那个军 军事沟通管道可不可以恢复 我觉得王毅也知道了 所以王毅就聚焦了 他就讲说 那那个回到巴厘岛那个共识 那个基础 因为美国事实上 拜登跟习近平见了 在巴厘岛见完面 新华社的新闻稿 就是有那个四部一无意 那美国事后也没有否认 那可是美国从来就没有 他不只没有旅行 他是对着干 每一条都反向而行 那其中有两点 我觉得中国大陆大概也知道 不可能去要求美国 比如说什么 不要打新冷战 不要去搞联盟围堵中国 这个不可能 这个就是美国 美国就是这样 可是有一条 就是说 不要想改变中国体制 这个美国已经知道 他没有能力了 所以美国已经不搞和平演变了 可是还有一条 就是不支持台独 所以王毅就把焦点 聚集在不支持台独 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你是不一无意 你好歹要落实这一条吧 所以你才看到美国 布林肯事先就派了一个 罗森伯格来台湾 表示说我有听到 我有听到 可是我觉得双方 因为坦白讲双方完全没有信任 所以你看习近平 还特别见了加州州长 纽森 那跟他讲了一堆话 说中美的 这个关系的基础是民间 在地方 意思就是 那个联邦政府很难搞 那我们从民间 从地方交流开始 那乌森提的两个议题 习近平都正面回应 对不对 他们希望气候议题的合作 新人员的合作 那未来可能芬太尼的部分 也会合作 所以我觉得中国道路 他已经策略蛮清楚了 实际上坦白讲 我也听乌森讲话的样子 我觉得他就是比较自然 没有带一大堆政治腔调 那这样子反而容易交往 比如说看到皮亚迪 他很惊叹 看到子敬城也很惊叹 我觉得那个都是自然反应 那你如果是一个 自然的一个来交朋友 那没什么问题 不然每次都要 以为你是天下第一 高高在上 或者讲一些不能落实的承诺 我觉得中国大陆 现在没有时间陪你玩这个了 他就是具体从加州州长开始 他愿意 具体问题我们就开始交流 所以未来我估计 中国大陆跟加州 还有各省跟加州 都会有不错的交往 美中科技战事实上 我认为胜负已经定了 还有什么好讨论的呢 我们就拿华为一个例子来讲 一个公司 就明明白白的 打败了一个国家 对 一个国家用它的政策工具 用它的这个国力 来打压一间中国的公司 最后这个公司用1566天证明 你的打压已经失败了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美中科技战 现在来讲的话 正好还加强了 华为这种公司的怎么讲 它的这个未来的什么 规划能力 跟它的在美国以外 欧洲以外的战力 最近5.5G的主要布局 是在中东 在中东 另外一个就是说 华为现在在巴西 在南非 在中亚 在俄罗斯 还有这个阿拉伯的世界 都有新的市场的开展 所以这些美国的科技战挡住了吗 都没有挡住 都没有挡住 然后华为最近在9月的时候 他们把它整个未来10年的规划 通通讲清楚 也就是全面智慧化 全面智慧化 那基本上它要做到什么 它所有的物件都可以连接 你的手机跟你的平板电脑 平板电脑跟你的电视 电视跟你的汽车智能系统 做智能座舱跟你的公司电脑系统 最后跟华为的云端 全部都连在一起 那这个是 请问一下 苹果有这个想构想吗 苹果想都没想 苹果还在想说 它这个玩游戏 这个手机玩游戏可以强一点 这是它的突破 所以另外一方面 华为说 让所有应用都可以模型 它现在已经做到 金融、政务、制造、电力、铁路 等各个行业 基本上都可以用模组化的这种界面 来运用华为的智慧 功能 所以这是华为在做的 另外华为还有一个 它说 所有的决策可以计算 也就是说 今天所有的决策都靠大数据 然后经过演算 高速的演算 做出一个最科学 做逻辑的一个决策的建议 这所有的决策 最后都基于什么 其科学的数据做出来 那现在靠什么 华为最近要在内蒙古的 呼和浩特 建立一个最大的运算中心 那里面有100万台伺服器 为什么选在内蒙古 因为那边平均温度只有4.3度 它那个散热效果 因为这个伺服器太多了 100万台 那基本上提供什么 云端的计算功能 让你所有的这些 你不具备大量运算功能 你可以用它的云 透过云去用它运算功能 所以我们看到的华为是越打越旺 所以美国科技战 我们如果从华为公司来讲的话 美国已经失败了 也就是华为用一个公司 把美国这个国家已经打败了 王毅这次去美国三天的访问 中美的关系没有大的突破跟进展 但是我觉得中美关系 两方都有收获 这个收获就是确认了 他们彼此之间的旗舰分歧 在哪一些 而且听得很清楚很明白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了解 这些旗舰分歧是不会改变的 哪一些是绝对不可能改变的 都已经确认了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 你看在这次王毅就谈到 有关于拜登一直想跟习近平会面的事情 那王毅这边也定出一个基调 就是要回到去年巴厘岛的共识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门槛 但是问题就在于 他又提到了一个比喻 就是说这个不是自动驾驶 不是自动驾驶 就是说并不是你美国人想大难而 如果你没有想要回到巴厘岛的共识 而且回到这个共识 不只是想 而且是你的行为 如果没有符合的话 那习近平 不一定会跟你拜登见面 那习近平去 这个旧金山出席APEC 几率是很高的 但是不一定跟你拜登会有见面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要看到最后一刻 最后一刻 如果美国还堅在那个地方 就是坚持在那个地方的话 那最后很有可能也不会见到面 那这个对拜登来讲 就是一个外交上的重大的挫败 也就是说他是东道主 然后最大的 最重视的 最重要的 而且影响力最大的一位客人 一位来宾 习近平他见不到面 那这个对于这个拜登来讲 他在国内怎么交代 然后可是我们看到 中国大陆现在的做法 已经转向跟民间的来往 所以王毅特别用一天的时间 跟美国的智库 商界的人士来往一整天 那各位想想 用一天半跟三位人士来往 布林肯 拜登 苏利文 然后但是用一整天 用一天专门跟智库 以及跟商界人士的领袖来往 一直不断的沟通 我们愿意跟你们商界人士来打交道 跟州长打交道 跟盖茨等等来打交道 但是事实上政府这边反而是能处理了 反而是民间跟其他部分是热处理 这个美国企业界采取中国加一 中国大陆的企业也一样采取中国加一 因为最近有人去做一个研究 结果发现美国不是在搞 非中国的有岸外包吗 结果发现他所设定的那些对象 包括越南 泰国 墨西哥 那中国的投资都是第一名 所以中国事实上已经在泰国 在越南 在墨西哥 因为要因应中美贸易战 他就跑到美国没有制裁的地方 去做生产了 所以这个就是你有对策 你有这个政策人家就有对策了 就搞了半天 中国大陆 现在他还是跟美国的贸易逆差 还是3800多亿 这个2022年的资料 所以事实上美国的贸易战 事实上并没有成功 这个可是美国 美国就是转不回来了 这个很麻烦 这个要看未来 不过你从这里可以看到 就是这一次王毅去美国 事实上我觉得双方都没有把具体的 可以处理的问题做立即的表述 比如说这个美国也没有承诺 会对香港特首李家超邀请参加爱佩 没有 他没有讲 那美国事实上有当面 那请王毅协助就是伊朗 让他不要介入尾巴战争 王毅没有回应 然后针对美国希望 这个中美的国防高层可以恢复沟通 王毅也没有回应 所以也怪不得了 就是后续王毅讲的那句话 他说面向旧金山就是APEC 那不是一马平川 也不能只靠自动驾驶 那这个就意味着 未来就是基本上他觉得 美国的重大问题的回应 并不够具体 那比如说他就一直强调要反台独 不支持台独 那美国也没有讲出具体怎么做 那李家超有没有邀请也没有 所以相应上中国大陆对于是否协调伊朗 不要介入对军方这个沟通管道是不是要恢复 都没有回答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 恐怕还要继续看后面的发展 因为我认为只是表达一种原则性的 说我们应该合作沟通这样的意味而已 就好比朱立伦跟柯文哲今天的调子这样 可是根本没有提到最核心的 侯友宜跟柯文哲的总统产生方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转发ography occur